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东方卫生老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黄一 好久不见 经典影视剧《上厕花叫嫁对狼》翻拍的消息让不少剧迷们雀跃 而传说中的这部翻拍剧《花好月又圆》也确实接洽过黄一 它里面的角色好像是跟以前不一样 其实剧组有让我去参演其中的一个角色 但是我自己犹豫了半天 我觉得好像这部电视剧 而且在我心里是一部经典 所以我还是想把那个最完美的一段回忆 留在那个时候所以就拒绝了 黄一婉拒了新片的邀约 不禁让人有些遗憾 不过相信很多20年前 看过这部作品的观众 也能读懂他的这片良苦用心 20年了 天哪 没有戏琢磨过 因为自己感觉好像还是在 还是在昨天 我呀 是个武人 你那些知乎者也的 我听不懂 《上错花轿嫁对狼》讲述了两个扬州姑娘 阴差阳错上了对方的花轿 结果意外觅得如意郎君的故事 当年所有主角几乎都是白纸一张 刚刚毕业的黄一当时也只是一个广告模特 和导演第一次见面 他就拿下了这个演出机会 黄一和女主角李玉胡的超高相似度 让他成为这个角色的不二人选 而戏里和他演一对的齐三公子聂远 也是黄一推荐入组的 因为当年两个人在生活中 就是一对青涩小情侣 那时候不是跟黄一谈过恋爱吗 谈过恋爱吗 就是那段时间关系还不错 现在也挺好 现在也挺好 我当时就在送照片的时候 就是推荐了他 然后我也把他照片放上去了 没想到我俩就都被悬伤了 生怕就是我们关系太好 就是让导演会就是不用我们 所以我们还装作不认识 就让我演小李玲那个角色 其实让他演那个齐公子嘛 然后我想我们就错开了 没想到最后还是调整到 我跟他演一对 娘子 不 我不是娘子 哦 杜小姐 哎 夫人你 在那个戏里就是等于没有什么 不需要去磨合的 因为大家都关系好嘛 然后很多东西都是平常的 一些默契啊 都放在了角色里 和念远默契的配合 让黄毅没了后顾之音 不过毕竟是第一次单纲主角 放在他面前的仍然是一道道难关 据黄毅透露 因为自己的青色不专业 当年几乎每个部门 都跟导演投诉过他 摄影组老师 只要拍他的戏就非常头疼 黄毅你演啥呢 你都在画外你还那么演 导演就会说 没事没事挂个摇臂跟着他 化妆组老师也时常被黄毅惹火 有一场洗脸的戏 然后我就抱这个脸盆 把所有的妆都洗干净了 然后化妆老师就火了 他说谁让你这么洗脸的 没有一个女演员是让你洗脸的 然后我还跟他掰去说 那老师说要真听真看真感受 我说我不真的洗脸 我怎么能够就是 不就是变成假的了吗 然后他就特别特别火 然后去跟导演说 这种女演员没法合作了 服装组老师也因为黄毅 多了很多工作 然后服装组会说 黄毅你看看人家女演员 一部戏就穿一双鞋 你这穿到不到半个月 你的鞋都已经破了 谁跟得上你的节奏 你看看你的衣服 你能弄得那么糟 类似于这样的投诉 基本上是每天都有的 就连对戏的演员 也被黄毅坑得不轻 小李玲跟我对戏的时候 看到她的眼睛 就是眼睛哗 全都充满了这个泪水 然后那个就眼泪是一滴一滴 掉下来 然后我就开始跳戏了 我想她怎么能哭得那么好看 然后大人说 你怎么不演了 对不起对不起 就是我说 哎呀实在抱歉 我不是真的把你的 那个哭戏给打扰了 我真的觉得 觉得你哭太好看了 我估计她也不相信 即便有种种不足 但是这部诚意之作 最终还是把懵懂 有个性 有棱角的黄毅 展现了淋漓尽致 她也因此一炮而红 这个戏拍完了 我是去横店拍的女驸马 然后导演那个时候 还打电话给我 我记得 我记得很清楚 导演说 哎呀黄毅你在干嘛呢 我说导演 我在等着火呢 怎么还不火呀 然后突然有一天 在拍戏的有一天 就播了嘛 然后就有很多粉丝 然后最搞笑的是 我面对这个场景 我就特别害怕 我是撒腿就跑 然后就看到后面 一帮人在追 因为那个时候 没有助理嘛 然后我说天哪 这么多人要我签名 我不认识他们 他们为什么要追着我 然后就咔撒腿跑 他们就 那个灵魂 我就在后面追 一出道就遇上了 自己的代表作 黄毅的起点 要比很多人都高 很快她就签约了 当时琼瑶的公司 这个新开始 却让她第一次碰壁 第一次试镜 试试的情深深与萌萌 然后其实我们公司 很多新人都 都种了什么乐家童啊 方圆啊 还有李玉 去试那个李玉 都演了 然后唯独我没有演上 然后我当时很挫败 然后阿姨给我的意见 就是黄毅你哭得 实在太丑了 她说你的哭得 我眼睛都没找到在哪儿 她说那个我们 就是琼瑶戏里的女演员 一定要哭得美 我说那怎么哭啊 她说就睁着眼睛 眼珠一颗一颗的掉下来 然后不挂到脸颊 然后你去练吧 一次挫败并没有让黄毅气馁 2003年环珠格格第三部里的小燕子一绝 让黄毅的人气再次上了一个台阶 顶着第一第二部的光环 截演这个角色 黄毅绝对勇气可加 也是在这部戏之后 黄毅决定要开始转型了 晒书就晒书嘛 你别把它当成教书了 要不然 我宁可不要你帮忙 整天教我成语 我都快烦死了 所以当时我觉得 好像已经演到头了 我不想在一个 就是重复的 就是不好的一个角色里边徘徊 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任何进步 所以当时就去演了 长恨歌 虽然就是有可能你自己期许的 你觉得非常好的角色 并没有得到很多 就是你想要的那个结果 但那个时候你会觉得 没有什么关系 之后的一些年 黄毅转型的脚步越来越大 出专辑 演电影 做副业 事业上多面开化的他 也早早结婚生子 虽然黄毅在感情路上并不顺遂 但是坎坷的经历 却为他作为演员 提供了新的人生体验 我觉得以前演妈 是真的是演妈 因为你没有当过妈 你不懂的那个 就是真的有小孩的心态 那有可能你现在 你现在当了妈妈之后 有很多的这种角色 你能够体验得更加深刻一些 儿子 来 喝点汤 这鸡汤啊 我帮你熬了一天了 对你特好 就是哪怕是配角 但是他是有戏的一个角色 而且在你的这个年龄段 只有你能演出来的 那也未必是那些小鲜肉 年轻演员能够驾驭的 我觉得这就是你可以找到 那个角色的独特性跟唯一性了 如今黄毅事业家庭两不悟 年过四十的他 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之后 也变得更加强大 不经历风雨 怎么奸才 以前走得太顺了 少年得志 很多东西吧 都没见过什么 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太多的时候 都已经被大家保护得太好了 就是更加强大了 还挺好的 记者胡良斌 李裴志 北京独家采访报道 在去年的热播剧《都挺好》中 郭晶飞和高禄是弟弟和嫂子的关系 到了新系《我是余欢水》中 高禄成了郭晶飞的妻子 这次她的婚姻依旧坎坷 一年前她是苏家的妈宝老二 暴躁男孩苏明成 你别再装糊涂了爸 行吗 有意思吗 又选地段 又要三十一厅 我妈走了以后 你变得太狂野了 一年后她卷土重来 不仅取了大嫂无飞 还改名幻性 变成余欢水 这个两人会擦出 怎么样的火花呢 余欢水是那种 说谎型窝囊吧 对 这回我们单位 真是大出血了 他们给这个法国酒庄 直接订了酒 而且是个名酒庄 这个酒呢 价值两千块钱 但是有一万块钱的 这个口感 妈 七十八一瓶 七十八 不是 他说这两千 不是 不是 他这个单位 怎么可以这样呢 他们怎么吃回口 吃着这样子 他跟我们说的都是两千 什么两千多呀 什么单位 你们的什么单位 看得出 不管是曾经的老大苏明哲 还是如今的老二余欢水 演员高露都没能逃脱 被苏家男人支配的恐惧 在新剧《我是余欢水》中 高露的这位老公余欢水 工作不顺 被领导打压 同事嘲笑 友情遭受背叛 好心借钱要债 却被一拖再拖 因为事事隐忍的窝囊个景 在第二集 高露就已经忍受不了 主动提出离婚 你跟我在一起结婚 也不是因为你爱我 我也清楚 我结婚的时候 我一个人住的房子 比你们家一家四宫住的都大 我一个月挣了钱 比你半年挣了都多 结婚之前 你们一家什么也不是 结婚之后我不行了 你把身关 你弟跟着一起养味 一家人看不起我 也连带着你一起看不起 对不起 我先跟你道歉 我没有怪你 是我窝囊 现在说这些干什么呀 我叫说 其实 怎么说 我真的是因为余欢水 我接了甘虹这个角色 刚刚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对甘虹这个人物 没有特别大的那种 那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他太过于现实 也不是说非常的可爱 但我觉得往往可能现实生活当中的人 是最可以打动观众的 虽然在观众看来 演员高鲁每次碰到郭金飞 角色总是有点糟心 但在他本人来看 这样的合作却是对自己的一次提升 因为我觉得他会多变化 然后可以让对手也会刺激到对手的多变 其实这也是在锻炼我自己的这种应接能力 有的时候就是飞鸽说说路 我可以不跟你说我要怎么去演吗 你就去接你当时的那个最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然后你就去给他演出来 其实我觉得那个往往是最打动人的 而且他身上有很多很多的幽默感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因为我没有什么幽默感 对 在生活当中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干什么的 你 你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啊 我是干什么的呀 你太不敬业了 我这个跟敬业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要敬业了 我说你一个陪酒的 你说你在这儿你不好好喝酒吗 我 我不是陪酒 我不是陪酒 不是陪酒的呀 不是 感觉你是骗酒的 可以了 可以了 真的可以了 这里边有陆啊 我是地 那么郭金飞这一次能否延续去年都挺好的精彩 高路扮演的干红又将和脱胎换骨后的余欢水 有怎样的火花 我们拭目以待 记者范立熙综合采访报道 欢迎回来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引用天然矿泉水 特约赞助播出 来看下一条消息 同台不难得 竞技难得 对 真的吗 让大家乐了就行 互相之间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 尤其我们又不想说 看到谁在这个期间去被淘汰掉 德云社师兄弟同台对垒 两组选手以自身故事为命题展开比拼 一边孟贺堂周九良致敬郭德纲经典作品 谈及荒诞往事还摆摊卖起了烧烤 而另一边的烧饼曹贺阳则当起了健康推广官号召全民自律生活 告诉大家的一个好习惯 不是说要在咱们出现疫情了 或者说是咱们真正是出不了门了 才开始注意 好多事情都是通过平时的一点一滴的积累 让我们养成一个生活的好习惯好作息 最后在这场同门之战中 烧饼曹贺阳以酒票之差 西败孟贺堂周九良 而其他几组的比拼也是如火如荼 最终张昊西别喜剧人的舞台 终极淘汰赛即将拉开帷幕 大家心中更有压力 更多精彩内容尽情关注 每周日晚东方卫视欢乐喜剧人 记者陈湘云上海采访报道 好了今天的文娱新天地就是这样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